嗨 来了啊 谁看了不绝的科长 虽然他丑是丑了脸 但在雌性眼里没准 还是个大帅哥呢 金黄突鹅龙头鱼 分布在西太平洋 在韩国与我国的南海 也有深度 喜欢待在三米到 一百米深的水平 雌雄龙头鱼的体型相差巨大 雄性龙头鱼能长到一米长 而雌性则有半米左右 不过这也仅限于年轻的雌性 雌性龙头鱼在十岁后 长到一定的体型 它们体内就会不由自主地 发生变化 激素会率先打破平衡 雌激素会慢慢降低 而雄激素会逐渐升高 体内器官更侧重于雄性 头顶的肉肉会越来越大 下巴也会突出 在经历几个月闭门不出后 当初进去的大飘 出来就已经成了帅小火 它的体型会比原来大好几倍 头也会变大好几倍 而这时 它们就从一条温顺的雌鱼 彻底变成了一条浩斗的雄鱼 然后前去挑战附近的雄鱼 没准就是自己曾经的对象 再霸占自己曾经的好姐妹 雄性龙头鱼的领地里 都会生活着十几条雌鱼 这些都是它的后宫 同时也是它未来潜在的竞争者 如果它把后宫照顾得很好 或是一群雌性附近没有雄鱼 那它们中 最年长体型最大的雌鱼 才会转变性别成为雄鱼 只有这样 才能让更强大的基因得到延续 这种转变来延续族群的方式 也是龙头鱼的最大特点 因为它们的体色与体型 随着性别与年龄而产生明显差异 所以在500多种龙头鱼中 有至少一半可以用鱼观赏 黑猩猩其实并不像表面那样看着呆 相对的它们非常残暴 对其他鱼长类的肉也十分热爱 就比如有猴 甚至还会抓羚羊和野猪幼崽尸 在原产地也有袭击人类的记录 今天就来看看地球上 与我们人类关系最近的动物 猩猩与猴子同属领长动物的它们 体型都比较大但是没有尾巴 跟猴子相比 它们的肩关节活动幅度更多 因此猩猩通常都很擅长握住树枝悬挂 猩猩里面又分为大猩猩和黑猩猩 还有一种红毛猩猩 大猩猩就是咱们熟悉的金刚电影中的原型 看着浑身充满力量感的是雄性大猩猩 雄性在成年后背部的毛会变成银白色 这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银贝大猩猩 看到它强健的体魄以及电影金刚的殖民度 所以人们就给大猩猩留下了一个十分狂躁 非常暴力的满头的形象 但事实上 它们要比黑猩猩要温和的多 看着大猩猩忧郁的眼神 谁能想到它是一种安静的素食主义者 主要就是以树叶和水果为食 而黑猩猩就好比猩猩中的战斗民族 甚至还要残暴 黑猩猩非常聪明 它们会团结一致达到自己的目的 就比如它们会合作狩猎游戏 并且分工明确 黑猩猩除了智力高外 它们的适应能力也很强 可以在任何森林中生存 从水果到植物再到昆虫 只要没有毒几乎什么都是人 而黑猩猩中的另一种 我黑猩猩 它们则更具有同情心 还会展现出善良的一面 当然 今天族群成员之间 而黑猩猩虽然会团结协作 但只要里面有利可图的时候 它们也会毫不犹豫地背叛自己的盟友 属于是身体黑 心眼也黑 跟某些言行不一的国家 简直如出一辙 海洋中的网恋高手 动物街的感情骗子 你太章鱼 卧槽 这只章鱼可不是普通的章鱼 它是可以伪装成上百种姿态的你太章鱼 什么笔木鱼 狮子鱼 瑶鱼 就连水母它们也能模仿地为妙为笑 会和它们八条助手 游到哪里就能跟哪里融为一体 短短几秒就能完成一种形态的转变 而这条单身多年的笔木鱼已经看上了它 开始了疯狂追求 为了保住自己的屁 它只好贴到水底伪装起了沙子 而笔木鱼见到这漂亮妹子是想办的 顿时感觉天堂 好也不回骂骂咧咧地转身离开 这是你太章鱼 电音刺玩弄太鱼的感情了 如果这都有段位 那它绝对是大时极乐 与自然界中其他会拟太的动物不同的是 它们大多从一出生就只能伪装成一种 就比如竹节虫或是兰花长牢 从基因层面看 它们终身都不可能再变成其他样子 而你太章鱼就不同了 它们的大脑很强 能快速处理庞大的心思 眼睛也能比人看到更多颜色 利用这些 它们可以精准控制身体表面的肌肉 将呈现上万个色素细胞复杂的控制 最终形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在它们遇到危险时 能在一秒内改变身体颜色 有不补食者 可只有颜色还不够 你太章鱼还能控制皮肤的洗涤 在珊瑚礁或者沙子 也能模拟出这些物体凹凸不平的外面 或是凿凿伪装成狮子鱼 海蛇等有剧毒的动物 来迷惑捕食者 在捕食者猛逼时 一瞬间逃之夭夭 再加上能任意改变颜色的皮肤 让众多网恋患者 外导在它的群下 鱼只能利用皮肤颜色伪装的变色龙 还要高出了一个维度 你太章鱼的体型并不算大 体长有60厘米左右 它的八条腕足比大象的鼻子还要灵活 甚至能简单打开物品 还好它本身没毒 就是不知道它的味道怎么样